今天平约瑟牧师要分享 在美主 我们直接进入神的话 律法借摩西颁布 恩典和真理借耶稣基督来的 非常不可思议 最近我听到一篇信息 真令人惊奇 有些人非常强烈地发声 想要持守律法 要回到律法上 完全不明白律法的目的 我认同律法 神颁布有其目的 神颁布律法的目的 并不是要让人称义 或是因律法蒙福 让人可以因表现而夸口 这还是今天的问题 在教会里也是 各位 问题就是 就是专注自己 律法是自以为义的一种形式 自以为义是万罪之母 在神的眼中 最糟糕的 最糟糕的罪就是自以为义 这也是约伯要学的功课 你知道约伯用痛苦的方式学到了 痛苦不是神搞的 是魔鬼 我们都知道 约伯说 因我所恐惧的 临到我身 约伯记三章 他所恐惧的是什么 他所恐惧的是什么 如果回头读约伯记第一章 发现约伯每天早上会做一件事 每天都会从不间断 圣经说约伯记第一章 炎炎的日子过了 约伯打发人去叫他们自节 他清早起来 按着他们众人的树木献烦记 因为他说 恐怕我儿子犯了罪 心中气掉神 约伯常常这样行 也就是说 约伯没有安歇 在已完成的工作中 约伯过分担心罪 他只 他只注意到罪 导致他担心他的孩子 注意这种自以为义 总是把我摆中间 你看是他孩子犯罪 不是他 他不是为自己献祭 其实所有形式的恐惧 恐惧并不是根源 最深的根源是定罪 自以为义 当你一旦 你怎么知道自己自以为义 万罪之母 一旦你开始会定罪 你心中生出定罪 就是已经进入自以为义 自以为义 不管是透过哪种方法 你都已经自以为义 现在你开始恐惧 好的 也就是说 你确定恐惧已经发生 不是普通的 大家不必担心 是他非常恐惧的 在这件事上 他恐惧极深 各位 他很怕他的孩子 会因为犯罪而死亡 而且他不停地恐惧恐惧 他持续不断地宗教行为 不停地献上烦祭 不是出于信心 是出于恐惧 我们都有可能不停地认罪 却没看见神已经提供供应 导致我们在恐惧中 行宗教事 大家明白吗 你可能把基督徒的行为 变成一种自以为义 没有在基督的座位中安息 没有在使你称义的神里安息 你试着表现你是公义的 因为你看神是法官 Amen 若我在神面前 看他是法官 就无法得救 若我在神面前 看他使我称义 我无法失丧 若神使你称义 你就是义人 所以我们不是专注于自己 可能以骄傲呈现 因名声骄傲 因行为骄傲 因职位骄傲 不管是什么 也有可能以自我定罪方式显现 你知道 自怨自艾 我真是糟糕 两种都专注自己 一种是看我做的 看我有的 另一种是我没 我没做的 我没有的 都是我 悲哀的我 屏幕是我该怎么处理我 神在说 你要不要另一个新的我 来 我儿耶稣 他就是新我 他就是新我不再是你 从现在开始 我评断 我审视 都会透过耶稣来看 不再是你有多好 而是他有多好 这会引导着我们 尽可能地去认识 这位美好的神 爱子 圣经在智慧书中说 日日为他所喜爱 神拆派到世界 唯一生来 为我们死的婴孩 因为神爱我们 哈利路亚 我怎么知道 牧师 我怎么知道 我还是很自以为意呢 只要你有定罪的感觉 相信我 在这路上 走到这一步前 你只想到自己 觉得自己很好 屏幕师 你要讲一些 自我形象的信息 我不相信这样的信息 其实人天生就很自恋 不论是因骄傲而自我 或因定罪而自我 全都是我 我们不需要自我形象 那是心理学 神给的不是心理学 神给我们基督形象 就是定进于耶稣天父的爱子 祂是我的公义 祂是我的圣洁 祂是我的救赎 你看许多人 就连有些传道人 也是领袖牧师们 很悲哀的 各位 我并不是很得意 而是很难过地说 他们比较相信摩西 而非神子基督 他们更相信罪 而非神的恩典 他们更相信亚当所做的 而非末后的亚当 耶稣基督所成就的 这些会透过他们的信息 恐惧和理解流露出来 不 朋友 若你在恩典中 暴露出罪来 恩典会吞掉那罪 罪无法阻挡恩典 若罪能阻挡恩典 罪就大过恩典 加拉太书五章 圣经告诉我们 是与基督隔绝 这真是恐怖 你不希望与基督隔绝了 如果你是一个罪人 你希望能有基督 它是你的公义 如果生病了 在挣扎中 医生给你很糟的诊断 你想要基督成为你的医治 唯一能阻止神的恩宠 神的恩典进入你生命的 就是自以为意 因为一旦你变得自以为意 就是在说 基督闪一边 我不需要你是我的公义 我自己就够好了 大家明白吗 你不要与他隔绝 请看 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 是与基督隔绝 不是犯罪的 是与基督隔绝 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 从恩典中坠落了 哇 我们会用这个说法 从恩典中坠落 指犯罪的人落入罪中 落入不道德中 各位 但其实 神指的是那些外表 看起来还好 有好的外在 有好的职业 说对的话 用对的语言 知道怎么喊喊跳跳 但重点是 神说 他们从恩典中坠落 真正需要从神领受时 他们没办法 虽然宣告了 都说对了 也许斥责了 捆绑了 但他们内心里却充满定罪 因为他们的自以为意 不知该如何摆脱 我告诉各位 好 自以为意会带来定罪 定罪是一个征兆 就好像你得了麻疹 病情爆发之类的 显示内在出了问题 就像发烧代表身体 有发炎情况 一样的 定罪代表什么 你活在自以为意中 只要你一变得自以为意 恩典停止 要记得 只要有定罪 恩典就会停止 当耶稣教导门徒 对无花果树说 对高山说 挪移 记得那一段 主要是因为 耶稣到无花果树前 他正经过伯大尼 要到耶路撒冷 许多人去那儿 会走同一条路 无花果树已经不在 受到咒诅了 各位 而无花果树 代表以色列 耶稣来 因为树有叶子 有个任务 外表看起来 该有果子 耶稣却找不到果子 我知道 有人将这扭曲成 扭曲成奉献 你若不实意奉献 神就会咒诅你 胡说 各位 你知道 有些时候 你教某些东西 其他人会扭曲 他在找出熟的果子 以色列出熟的无花果 他看到的是 外表叶子 却没有果子 对吗 那还不是无花果计 但他在寻找 阿拉伯人称之为touch 希伯来人说是 be cool 出熟的无花果 他咒诅无花果树 他不是因为生气而咒诅 也不是因为发脾气 所以咒诅 他咒诅是因为 是很好的功课 各位 无花果树 叶子 无果 不孕 他咒诅 为什么 因为他不要人被蒙蔽 无花果树第一次出现 是亚当和夏娃 用无花果叶遮蔽自己 无花果叶象征什么 就是自以为意 当你变得自以为意时 听好 信心无法流漏 信心无法流漏 律法就是自以为意 所以加拉太书告诉我们 律法原不本乎信 律法原不本乎信 各位 律法原不本乎信 是要靠表现 行这些事的 就必因此活着 一旦倚靠表现 信心就没功效 若你正宣告并且相信 宣告并且相信 宣告并且相信 那就是神要你 所拥有的信心 大家明白吗 Amen 我们也有相同的信心 我相信所以我宣告 我相信所以我宣告 这是神要我们 拥有的信心 Amen 别担心会有什么样的回应 Amen 当神看见黑暗时 神不会说 哇 真黑暗 神说要有光 Amen 神是如何回应的 都没有 许多时候 相信和宣告已够了 Amen 信心的意会宣告 律法的意 一直做 嗯 我说信心的意 会宣告 律法的意 一直做 律法 云不本乎信 两者就像水和油一样 不能相容 如果你自以为意 在意的是表现 信心无法流露 Amen 耶稣教导我们如何相信 并宣告 相信宣告 回到 马可福音十一章 彼得想起耶稣的话来 就对他说 拉比请看 第二天了 你所咒诅的无花果树 已经枯干了 耶稣回答说 你们当信服神 实在告诉你们 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 你挪开此地 投在海里 他若心里不疑惑 只信他所说的必成 就必给他成了 大家明白吗 换句话说 你需要咒诅无花果树 树叶会枯干 你需要咒诅自以为意 信心才能产生 耶稣就是要展现这一点 活生生的比喻 Amen 咒诅果树这件事 他咒诅只有叶子的果树 无花果叶第一次出现 就是自以为意 他咒诅 然后才说信心能有作用 有一次当我读这段经文 主带我到启示录 圣经说 天上生命树的叶子 用来医治 你也读过吗 差别就在于 自以为意带来疾病 神 公义的叶子 代表什么 生命还医治 嗯 哈雷路亚 谢谢耶稣 大家都明白吗 注意到耶稣说 唯一的条件是 心里不疑惑 心里不 不 不疑惑 疑惑 说疑惑 这里疑惑的希腊文 不是一般常用的 Distazo 像耶稣在彼得下沉时 对他说 为什么疑惑呢 在此不是一般常用字 这里所用的疑惑 希腊文其实是 Diacreno 希腊文 很有趣的字 意思其实是 视为不同 耶稣在说的是 当我对无花果树 说话时 用对树说话的方式 也能对大山说 身比挪移 你说不一样的植物 大山 耶稣说没有差别 Diacreno 意思是不要疑惑 疑惑是 视为不同 不要视为不同 有时候你说 牧师 我可以为头痛祷告 好啊 你看 我为这个弟兄祷告 还有另一个 你有什么症状 我有艾滋病 你悔改了吗 你做这个了吗 你放弃这个 放弃那个了吗 我们看成是不同的 耶稣在马可福音说 若你有信心的话 不只是能对无花果树 也能对大山说话 不要视为不同 其实神要医治癌症 还比较容易 可以这么说 头痛比较难 我不是说 要医治头痛很难 在神的法则里 需要五饼 和二鱼 来喂饱五千人 但要喂饱七千人 更多人 却只需要四个饼 在神的法则里 问题若是越大 越容易 当某人来跟你说 癌症没问题 你的问题是 青春的 哦 我要大有信心 若我们开始 看成一样的 就会改变 但不止如此 让我们更深入地看 Dia Crino的意义 Dia这个字 当你在希腊文中 看到Dia这个字时 意思是透过某管道 藉由某管道 Dia Crino意思是审判 审判 定罪 把两者放在一起 就变成 自根 就是在你心中有定罪 所以你才会视为不同 所以才会疑惑 所以才会动摇 因为心中有定罪 Dia Crino 透过定罪来做到 好 我要给大家看 圣经中哪里是这么用的 好吗 在罗马书十四章 很快来看 你有信心吗 大家一起说 有 好 再一次 你有信心吗 坐在二楼的 三楼最靠近天堂的 信心应该最强 Aman 你们是最先被提的 知道吗 好 你有信心 就当在神面前守着 请注意看 有福了 指的是食物 OK 饮酒 该不该喝葡萄酒 该不该吃肉 保罗终于说 有信心吗 人在自己以为 可行的事上 能不自责 这里说的自责 就是Creno Dia Crino 其实就是定自己的罪 若你定自己的罪 信心就无法运作 为什么 因为自以为 也正在掌控 所以有些人 宣告得很正确 因他的鞭伤 我能得医治 神供应我的需要 却是在定罪中 总是恐惧 许多人因为绝望了 才开始做 已经太晚了 他们不是在建造 自己的灵 他们没听过恩典 他们听过医治 却没听过恩典 圣经告诉我们 要先求他的义 这些东西 你需要的供应 医治 都会加给你 许多时候 你不需要释放信心 才有供应 会临到 只要你先求他的义 各位 当你还是罪人时 需要相信有疾病吗 当你还是罪人时 需要相信有缺乏吗 相信压力忧郁症 不 你是罪人时 自动就有 现在你信主了 只要寻求他的义 相信他 使你称义 所有的祝福 就会自动 开始发生 会加给你 所以耶稣说 你可能宣告对了 但要确定心理 确定心理没定罪 人在自己以为 可行的事上 能不自责 就有福了 若有疑心而吃的 相反的 在希腊语文中 Diacurino 同一个字 耶稣说过 不要疑惑 疑惑的 是视为不同 因为内心 感受到定罪 就必有罪 因为他吃 不是出于信心 凡不出于信心的 都是罪 明白吗 Amen 大家都有收获吗 把这些经文放在一起 你就能明白 什么是Curino 什么是疑惑 神想要你到一个地步 内心完全没有定罪 唯一的方法 是看基督为你的公义 所有的盼望 还有渴望 都在基督是你的义当中 在敬拜赞美时 你敬拜着神 你的义 神使你称义的 神要我们在 使我们称义的神中 喜乐的生活 最后我要讲 很有 很有趣 美好的故事 它的开始 真的是非常沮丧的 很糟糕的 结果却荣耀 就像神会做的 这是旧约中 一个国家的灾难 以色列历史上 史无前例 年复一年 神警告以色列 不要拜假神 不要拜偶像 他们却拜各种的偶像 在树下的 在山上的 他们甚至把婴儿 还有幼儿 当成祭物 向假神献祭 神派耶利米 神派以赛亚 神警告他们 别再拜了 回到神面前 听好 以色列人犯的 其他所有罪 神从未将他们 赶出那地 大家明白吗 各位 因为他们还 敬拜神 只要烦祭 继续献上 祝福就会降下 但是只要他们 拜别的神 只要是 在今天的情况 我们只要将基督的公义 换成自己的义 只要他们换了神 不再献祭 祝福就停止 在西元前386年 尼布贾尼萨入侵 巴比龙王入侵 神容许他 征服他的百姓 他烧毁圣殿 掠夺犹大百姓 全成了奴隶 以色列百姓 其中最好的 被带到巴比伦 留下的都是老人 也就是没作用的人 最好的一拳 都被带回巴比伦了 那是旧约中 最大的悲剧 神警告过他们 但神 就算在旧约时代 神基本上 还是在审判前 有观察棋 神还是提供 提供烦祭 神还有怜悯 同一个先知耶利敏 预言这些会发生 也预言说 被掳七十年 就会结束了 懂吗 巴比伦王 鲁以色列人 回去后三十六年 波斯王 名叫古猎 征服巴比伦 连一支剑都没用到 就征服了 征服了巴比伦 这也真的很神奇 神帮助他 是神 是神供应他 因为先知以赛亚 在贝鲁之前 提到古猎的名字 甚至在他出生之前 神就知道他 而神说 这中古波斯王 是我所高模的 古猎是我高模的 结果呢 当他征服 巴比伦之后 这个波斯国王 波斯的王 他跟以色列人说 他发现圣经中 有他的名字 当他发现自己在出生前 神就知道他 以色列先知就预言 他告诉西伯来人 回去重建圣殿 我会供应你们 所以之后 他们回来了 回来两年之后 突然觉醒说 别忘了王 让我们回来的目的 是要重修圣殿 当时的情况是 以色列记三章 百姓到了耶路撒冷神殿的地方 第二年二月 撒拉铁的儿子 索罗巴伯 介绍一下 他是犹大家的王子 在耶稣的家谱中 可以找得到他的名字 他是大魏的后裔 大魏王 在耶稣家谱中 找得到他的名字 好 索罗巴伯 他是犹大家的王子 回来之后 监管建殿的工作 他是犹大的管理者 回来之后 成为管理者 约萨达的儿子耶稣亚 和其余的弟兄 另一位领袖耶稣亚 成为大祭司 回来建殿之人的祭司 索罗巴伯和耶稣亚一起 成为那地的领袖 各位 王管理 和祭司 祭司管理 明白吗 请记得索罗巴伯 和耶稣亚 他们开始工作 请看 新宫建造 又派另一位人 从二十岁以外的 都里建造耶和华殿的工作 他们开始做 一定要记得 当你开始建造神的家 魔鬼不会袖手旁观 大家都明白吗 下一章 那地的民 就在犹大人建造的时候 使他们的手发软 扰乱他们 每当你开始建造神的家 当你开始为祂的荣耀建造 魔鬼 魔鬼一定会 兴起反对 有反对 代表的是 你正在 你正在做的事 非常重要 非常有力 虽然你不喜欢反对 但要感恩 魔鬼并没有因此忽略你 大家明白吗 他们正建造神的殿 魔鬼很嫉妒 那地的人想要阻止他们 扰乱他们 不要做 他们从波斯王 古列年间 直到波斯王 大力乌登基的时候 会买谋士 要败坏他们的谋算 在雅哈水鲁 才登基的时候 上本控告 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居民 这一切的反对 他们会买谋士 他们写信 给王抱怨 全都一样的 仇敌的继俩 从没变过 结果如何呢 继俩成功了 建造停了 工程停下来了 停了多久呢 十二年 好 神没要他们停 这段时间 索罗巴伯怎么了 他是领袖 大祭司耶稣亚怎么了 他们都是领袖 销声匿迹了 不管如何 神的百姓很挫折 他们容许 容许控告发酵 十二年来 工程停了下来 没有进度 在十二年结束时 神兴起两名先知 名字是哈盖 和撒加利亚 两个领袖呢 索罗巴伯和 大祭司耶稣亚 管理者和大祭司 神告诉撒加利亚 撒加利亚书三章 他 又指给我看 大祭司 约书亚 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 撒旦 也站在约书亚的右边 与他作对 这是第一次 我们看见一个人物 而不是 我们看见文字 有读的文字 听见反对的声音 收回的谋事 听见逼迫的事 没看见撒旦 其实他都在幕后运作 他怎么运作的 记得他的名字 撒旦 哈撒旦 希伯来文 就是 控告者 看看大祭司 约书亚他怎么了 一起看 撒旦也站在约书亚的右边 与他作对 耶和华向撒旦说 撒旦啊 耶和华责备你 就是拣选耶路撒冷的 耶和华责备你 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 一根柴吗 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 站在使者面前 现在我们看到了 为什么工作停止 为什么大家很灰心 为什么反对成功 因为领袖没了 国家也没了 领袖没了 家庭也没了 领袖没了 公司 企业 不管是什么 也没了 一切的兴衰 都在于领袖 领袖在定罪 在定罪之下 约书亚在定罪之下 证据就是 穿着污秽的衣服 记得当控告发生 什么会停 恩典会停 社会边缘人 能从耶稣领受 就连妓女乞丐 若是生病了 摸到耶稣就得医治 就连麻风病 只要接触 接触到耶稣就得医治 只有一群人 无法得医治 无法领受神迹 法利赛人 为什么 因为自以为义 最糟糕的属灵弱点 就是自以为义 他是万罪之母 有种态度 不要靠近我 我比你圣洁 这是最高形式的自以为义 法利赛人 是唯一无法从耶稣领受的 基督对他们没有功效 为什么 因为他们说 功效 我有自己的义 我一周进食两次 我做这个 做那个 所以基督无效 他们也会自我定罪 我怎么知道 自我定罪的人 会定他人的罪 常常 明白吗 罪被爱的 会去爱人 OK 都明白吗 若你认为 神定你的罪 你会定别人的罪 所以你一直都是 因为守住律法 觉得自己很棒 或因为犯错 觉得很糟 但是生命就上上 下下 上 定他人的罪 下不让人知道 上 下 上 下 这里我 这也是我 我我我我我 没有基督 想到这个 我就很头痛 当你想到基督 哇 所以在敬拜时 有人得医治 有人能领受 因为他们看着 荣美的那一位 若他是你的公义 会催促你去尽力 了解他是谁 他的称谓 他拥有的 看每一节 每一节经文 去找耶稣 因为今天 耶稣是你的心我 耶稣是你的身份 耶稣是神 祝福的根据 在经文中 看见耶稣 对你有极大好处 一切都关乎耶稣 耶稣就是这么教导 在伊玛五四路上 我就要结束了 你已经说好多次了 好 终于结束了 约书亚穿着 污秽的衣服 他在定罪中 我们可以怪政府 可以怪媒体 我们都可以责怪 但神说 不 问题在我们 若我们容许 自己在控告之下 我们其实在说 基督 我不需要你 因为 我有自己的义 证据就是定罪 大家明白吗 当你一旦 一旦被定罪 恩宠停止 恩典停止 反对成功了 各位 如何解决 下一节 使者吩咐 站在面前的 说你们 要脱去他 污秽的衣服 又对约书亚说 我使你脱离罪孽 过去世 我使你脱离罪孽 你看约书亚 我已经把罪孽 都挪去 要给你穿上 华美的衣服 就是公义的外袍 我告诉你 清清楚楚地告诉你 现在奉耶稣的名 神说 你看 我挪去你的罪 教会却在说 我们要行在圣洁里 我们要行在圣洁里 大家需要听见的是 你看 我已经挪去你的罪 因为那人被调了下来 因为不能走路 他们打开屋顶 把他调到耶稣面前 他没办法走路 直到耶稣说 孩子 你的罪得赦免了 那使他得到力量 行在圣洁中 得着能力 除非你知道 罪都得赦免 清楚地知道 否则没有力量走 你只是一知半解 走起来就一拐一拐 各位 若是清楚地知道 走起来就有力 我们推崇的不是人说的 我们可不能把恩典 和圣洁混淆 不 恩典是真圣洁的力量 这是撒加利亚书三章 神让年轻的先知看见 背后真正发生什么事 但还有另一个领袖 对吗 索罗巴伯 管理者索罗巴伯 他怎么了 下一章是第四章 神给先知撒加利亚看一个灯台 金灯台 我不会讲金灯台 下一次再说 我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 主啊 这是什么意思 与我说话的天使回答我说 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 而我说 主啊 我不知道 听好 天使正要让撒加利亚看到 看到索罗巴伯的光景如何 继续看 下一节 他对我说 这是耶和华 只是索罗巴伯的 不是倚靠势力 不是倚靠才能 乃是倚靠我的灵 方能成事 听好 势力 这个字 也是指经济的势力 和得获财的能力 是同一个字 希伯来文是 凯佑 经济上的力量 有些人说 那是个有钱的教会 继续这么说 我们欢迎大家 继续说 我们认同 我们有信心 跟你一起相信 我们是有钱的教会 继续说吧 继续宣告 各位 Amen 我们知道 凭信心宣告的力量 Amen 但请注意 但神说 不是靠经济上的力量 不是靠势力 也不是靠你的人脉 不是倚靠势力 或是你的表现 或你的聪明才智 都不是靠这些 是靠我的灵 但我吹气给你 不配得的恩典 一切都归正归 所以你知道吗 索罗巴伯 神说的是 你很沮丧 你觉得自己 没有什么钱 剩余的人 这些被掳去 又回来的人 他们也没时间 赚取金钱 我真的什么都没有 没有任何的资源 神对他说 索罗巴伯 不是倚靠势力 不是靠你的力量 是靠我的灵 在你前面的四个 艰巨的任务 像高山 大山的 你算什么呢 大山的 你算什么呢 在索罗巴伯面前 你必成为平地 怎么做到 他必搬出一块石头 是什么石头呢 就是建殿的 最后一块 意思就是 圣殿完成了 完成后 大家会欢呼恩典 欢呼恩典 大山典 欢呼恩典 欢呼恩典 我的灵如何运作的 凭恩典 当你对大山呼喊恩典 它在你面前 会变平地 假设你的名字 是灵明山 你会说 大山啊 你算什么 在灵明山面前 你必成为平地 怎么发生 你对你的问题 欢呼大声说 恩典恩典 对疾病喊恩典 恩典 Amen 不是因为 我做了这个 做了那个 所以得医治 我会得医治 是因为耶稣 承担我的疾病 Amen 恩典恩典 对着疾病说 我告诉你各位 当你喊恩典 你的野木 在神不配得的恩宠上 不管山 有多大 都会变平地 Amen 所以神恢复 索罗巴伯 神也恢复 约书亚 他们兴起了 你知道圣殿何时完成 就在撒加利亚 对领袖 发预言的同一年 很快就完成了 因为当时的王 突然间 他们得王的恩宠 记得吗 他们现在知道自己是公义的 他们认清了 其实基督是他们的义 结果如何 Amen 约书亚现在意识到 意识到他的外袍 有丰盛的公义 不是靠他自己的努力 是神所供应的 他一旦意识到这一点 就得到王的恩宠 王吩咐所有的需求 这时是阿尔塔薛西斯 大力乌王建圣殿 建圣殿 需要的一切资源 都得公义 这是王的命令 最好快点做到 当他们 当他们的心对了 各位 建立在基督成就的功上 不管他们做什么 都有恩宠 都有影响力 都有恩典 他们在同年修建完成 在同一年 以色拉记六章 犹大长老 因先知哈盖 和一多的孙子 撒加利亚 所说劝勉的话 就建造这殿 凡事亨通 他们亨通 因为先知哈盖 和撒加利亚 所说劝勉的话 弟兄姐妹 你亨通 是透过所发的预言 透过讲到信息 当你生病时 要做什么 不断地不断地 听恩典的信息 当你生病时 要做什么 一直听恩典的信息 你觉得很忧郁沮丧 各位 听好 不要去 不要努力 去表现什么 要一直 一直听到不忧郁 他们亨通 因为先知哈盖 和撒加利亚 所说劝勉的话 这些只是前言 神祝福你们 大声赞美他 哈雷路亚 各位大声 喊他的名 大声喊他的名 Amen 他是何等荣美 朋友们 若一个罪犯 到王面前 到法官面前 这个罪犯 犯的罪是 罪大恶极的罪行 人神共愤 社会不容的那种罪行 他被逮捕了 站在法官面前 如果法官 心中对这个罪犯 有点怜悯 我们会说不正常 那是不对的 不止如此 若是法官说 是 他犯了严重的罪 但我想要代替他 我把我的家给他 我的财产 我有的一切 你觉得这个法官如何 你会说 平牧师 这世界没有 没有 你说得对 你知道神就是这样爱我们 神爱我们 虽然我们有罪 我们有罪 丑恶的罪 没有什么比 自以为意更丑恶 我们空无一物 却自以为是 而耶稣什么都有 为我们倒空 朋友 是不是想要说 神啊 我知道我是个罪人 努力也没用 我所做的一切 最后都会 变得失败或糟糕 还有许多不解 我承认我是罪人 神会对你微笑说 没关系 我是使你称义的 我儿为罪人死 你合格 在场的各位 现在正在收看的人 这些话是神对你说的 耶稣说 到我这里来 反劳苦担重担的 自以为意的重担 罪和定罪的 这些重担 反劳苦担重担的 到我这里来 必使你们得安息 我会给你们安息 良心的安息 在剩下的年日 你会在神里安息 只要你说 耶稣成为我的公义 因为我自己没有 在场的各位 所有收看的 你说屏幕是为我祷告 从心里跟我一起祷告 诚心地祷告说 亲爱的天父 我相信 你爱我 你看见我犯的罪 我自己都不在意时 你却在意 在意我的生命 我曾 失丧 但你爱我 你差派爱子 耶稣基督 为我的罪 死在十字架上 祂的宝血 洗尽我 洁白如雪 天父谢谢你 你让耶稣 成为我的义 我永远是公义的 因为耶稣 本身 是我的公义 耶稣 是我的主 你叫祂从死里复活 直到永远 祂是我的大祭司 我的牧者 我很蒙福 大大蒙福 备受恩宠 深深被爱 奉耶稣的名 大家一起说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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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美主 赞美主 在场的各位 举起手来祷告 再接下来一周 记得 就像床单一样 神没有说 反正一切随缘 不要这种态度 但要宣告 我的恩典 在这一周 宣告恩典 让我们看着这周喊 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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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礼拜一 一直到礼拜天 恩典 恩典 我们是世上唯一 会大喊恩典 恩典 世上的人 对恩典一无所知 他们相信火车火马 相信人的努力 人的力量和聪明 他们相信势力 他们相信才能 但你和你的家 相信的是神的恩典 相信长寿 健康 还有富足 与神亲密同行 你相信 相信神的恩典 所以主要以 亚伯拉罕的福 来祝福你 和你的家人 生命纪 二十八章的福 主的脸 要光照你 在这一周 愿你 常意识到 神在对你 微笑 神赐你恩宠 你会发现 自己在对的时间 出现在对的地方 神要保守 保护你 和你所爱的 远离恶事 远离感染 远离疾病 远离病痛 远离恶者 保守 保护你 远离所有 黑暗势力 透过他爱子的保险 主 向你微笑 主要赐你 和你的家人 他的平安 Amen Amen 神祝福你们各位 享受这一周 记得 祂的恩典 与你同在 神祝福你 优优独